病官肺炎肆虐多时 大部分的民众在这非常时期都选择减少出门 这使得大街小巷变得冷清 在美食天堂 槟城 因为游客人数减少 小贩的生意额猛跌七成 那另外还有一些年长者表示 疫情期间他们被迫待在家中 因此感觉特别孤单 疫情不见好转 民众减少出门 原本热闹的槟城街道冷冷清清 小贩大清早就出来摆摊 但是如今生意惨淡 以往一天就能达到的销量 现在要三天才能达到 大部分小贩都忧心忡忡 当然担心了 以前这样少都没有人 现在更加害怕了 你看现在是黄金时间都没有人 以前做一天 现在要做三天都没有 以前一点那么好 第三波疫情来袭 槟城昨天的单日确诊病例高达192宗 尽管今天的病例下跌到18宗 但全国病例飙升到四位数 这个数据令许多民众 特别是乐龄者选择待在家中 一名受访的退休年长者表示 疫情对他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 也令他倍感孤独 尤其老人家的确是受到很大的委屈 这个委屈就是家庭成员都会禁止他们出入还是去哪里 像我现在的单身老人 也都要找一些东西吃了什么都会出来吃一点东西了 尽管病毒影响了绝大部分人的日常作息 但一些受访者表示 他们会尽量配合政府规定的标准作业程序 阻断病毒传播链 让奄奄一息的经济尽早复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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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